遭解职的玉里镇拱文郡是否仍下指导其干涉 正正推动成为这次政代会定期大会 乡镇总质询的焦点 而政代表周然因针对玉里镇交通道路灾修建设进度扭步化 冲启地方产业甚至提出质询的同时 也特别向遭解职的镇长拱文郡谈话 解职镇长请收手放过玉里镇吧 去年0918强震后一连串的天灾地变 重创玉里镇主要的连外桥梁交通 灾修重建进度牛不话不说 就连路灯失设电料款项支出也能除包 正代表周然因请建设客与政风市说明处置 发票也开了 到现在电料我相信你可能也用完了 但货款20几万 你也拧不到 这些案例我知道都不是在叶科长里任内发生的 但成办人还在 我们一里正宗所事发生什么事 此外备受政代表们关注质询的解职镇长 不在其位确认谋其政 对政政推动遥控下指导期 政代表周然因对40多年老同事 且将借铃退休的代理镇长 詹秀聪提点注意的同时 也特别像周解职的镇长公文俊喊话 我再呼吁一下 庭职的镇长 放过玉璃也放过自己 好好的 省钱专心打官司 熟 不要伸到公所 大家知道 你心细正正 但规矩仍要有 街上都知道你停止中 仍在家中遥控 一些客室主管厂商 都要跟你回报 真正的进度 这得体吗 好 请自重拿 周卵英借着定期会 向政总执询议程 执询建议 也请政公所能多用一点心 记者是玉兰 玉璃镇采访报道 请自重拿